这场的战争是不是又要结束了吗 还是说美国其实还会让它继续打下去 美国现在作法就不断的污昧中国大陆 他跟俄罗斯比较好 你们不要相信他 他要卖什么100架无人机 给俄罗斯 他跟俄罗斯暗通款旗 你们大家不要相信他 就好像美国讲的老板也没有理他 完全找不到回音 连乌克兰都不理他这个事情 对于折染事件当中有很困难的事情 就是说虽然美国给他钱给他武器 他现在也没有人可以打仗 这是个现实问题 已经没有那种训练足够的 一个可以上战场的阿兵哥 主力部队已经是差不多了 所以如果有人和平的话 可以保住他的国家 他现在顶多就是内博河以东 土地被俄罗斯占领 国家变小而已 而且中国又不承认这个土地 是俄罗斯的主权领土 那就好办了 总有一天的光复乌东 光复乌南就好谈了 那他如果靠着这个和平协议 让这个乌军不要损失太大 然后能够让他们GDP回归正常 人家打到现在乌克兰 已经没有什么GDP了 那俄罗斯GDP只损失3% 那简直是小case嘛 所以对于折染事件是先保命 先保住生存的契机 他一定先想到这个问题嘛 那所以现在俄乌战争里面 俄罗斯又处于优势 他现在不断的往西推进哦 那往西推进他 乌克兰单位担心说 那我基辅怎么办 我哈尔克乌怎么办 我奥德萨这个都大城市怎么办 希望不要这个被俄罗斯 盯住这些大城市 因为只要一停战下来 俄罗斯就不可以去打这大城市嘛 那些刚才那个 志强雄所担心的什么 阿木特啊等等 哎呀就算了算了算了对不对 那也没办法守啊 不然怎么办 死那么多人 那能打仗的人都死完了 只要拉一些有的没有什么 什么这个脚踏车店的老板啊 那个修皮鞋的小弟啊 通通拉上战场 那个不能打仗嘛 那资争斯基也知道这种情形 那所以啊 一方面又不想得罪美国 那知道说中国跟美国之间关系 又有点很别扭 那撑这个机会赶快表示赞成 那表示赞成的话 看看俄罗斯 哎该停战了吧 别人打了吧 不能你占优势就打吧 那大家先化地为王嘛 其他的领土该归神的慢慢谈嘛 我是觉得 泽争斯基这个盘算是对的啦 借着和谈 休养生息 这是对的 然后 这个当然普丁也不太 应该也不太爽 我跟志强兄同一张桌子 我们像小学生打架一样 好不然我已经推到前面去了 突然接大人跑来说 和谈和谈和谈 你说我打不打 打也不是 不打也不是 我打得好像 我不够君子 不想和平 那我不打 明明我已经夸到他桌子了 小孩子在争那个桌子 不是都这样弄的吗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 普丁市也是觉得说 我什么都靠中国贸易 油卖给谁 一个印度啊 一个中国啊 那又印度那个阿珊 油条都不得了 又不太可靠 对不对 所以靠中国 好好好 卖你一点面子 我也不能说你两句 我知道俄罗西里面 没有那么痛快啦 所以自由时报报导一点 他不太痛快 也难免的啦 可是不太痛快 归不太痛快 介大使出面嘛 我还忍令人让一让嘛 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 国际政治的运作方式嘛 那你不卖中国的面子 不然你卖谁的面子啊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嘛 不过 介大使 因为大家想说 这个下礼拜呢 普丁跟习近平就要见面 那大家想说 那这个习近平呢 在三月份 三月初呢 访问俄罗斯 那大家想说 那他们会谈些什么呢 除了就说这个和平的方案 是不是会再一次的推进之外 两人之间还会在谈些什么 其实这个是传闻啦 当然要真正落实 可能我们现在看还比较早 因为现在中国大陆 两会是三月四到五号嘛 所以三月的话 是不是太赶或怎么样 我是觉得 现在中国等于大陆 是家里在办大事的 对 那我的研判 我认为习近平如果要去 这个要去这个莫斯科的话 一定是俄乌的和解方案里面 有到一个阶段 而他要去验收成果 大概才会去 那这件事情还不太适合 就是说 双方王健王来谈这个俄乌战争的 除非你可以同时见到 泽伦斯基 我觉得你要做一个调人的话 你在目前你只看一边的 两边冲出两边 他有可能先接见这个泽伦斯基呢 这个就 我是觉得如果要 要从真的我们从理论上来讲的话 他现在要做调人的话 最高层的人的见面 其实是非常敏感的 你如果只见了普丁 泽伦斯基心里面就会 就会有很多的想象空间 对将来你需要泽伦斯基配合 你就会有问题 那现在事实上的话 这个目前是把成绩放在 王毅这个成绩 差不多 你如果再往上面的话 你一个国家元首 去做一个调停 那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有成绩 不能你见了以后 两边打起来了 习近平冒的风险太大了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是一个传言 我到有一点保留 那现在事实上有王毅 事实上他在见普丁之前 他事实上慕尼黑跟 这个乌克兰的外长 直接谈过 乌克兰外长气氛非常好 所以我觉得这些安排 如果说要往再升级 这种谈判是升级 是很大的意义 你要变成元首级 那应该来讲的话 应该是验收成果 也就是说我今天跑到上和会 去年9月 这个谁去谈上和会 习近平亲自去 签了多少合同 一个合同可能要花半年 到一年谈 伊朗的总统事实上 就这个月去了北京 那么事实上他签了22个合同 这个22个合同 你要追收到前年 事实上王毅跟伊朗签了一个 25年的4000亿美金的一个 战略合作计划 那个花了一两年 才把这些22个合同谈了 然后这个伊朗的总统去 当然是干嘛 是去最后收尾 画龙点睛的 所以我觉得既然中国大陆 提出了这个对俄乌战争 这个立场 那么他对于俄乌的这两个接触 他要非常小心 那所以我认为去 去这个莫斯科 除非他做俄乌的调停人 有重大的突破 非要他亲自去跟普丁见一面的话 我觉得可能性才在 要不然的话 我觉得他现在去的话 事实上可能会造成 将来他做调停之间 那么争取乌克兰的这个信任 要花更多的功夫 所以对于这个谣传 我是比较保留 我还是要这个追问一下大事 因为呢 现在欧洲这些欧盟国家 他们可能第一就是经济的问题 第二是天然气的问题 这场账他们也不想再继续拖下去 但还有一个威胁就是核战的威胁 因为我们看到俄罗斯呢 现在已经提到了 包含他有很多的动作 就是呢 他也启动了这个所谓的末日武器 也就是说呢 这是全球最大的潜舰 比尔戈罗德号 已经进行了这个 这个核鱼雷的模型的试射 而且呢 这个俄罗斯也首批交付了这个制造 已经给这个船舰来 这个潜舰来使用 那第二个就是呢 包含了这个 波塞顿海神鱼雷的 这个部分呢 是最难防御的水下的核武 所以现在大家就想说 是不是核的部分 已经核动力的部分 包含这个核武的部分 已经开始在启动 当然这个挪威情报局呢 也有一个报告 说这个俄军呢 开始在下放核武器 认为这是30年来 从来没有看过的情况 所以是不是因为这个核武倒数计时 所以欧洲国家 其实也非常担心 所以他们也会想要 这场战争 是不是能够适可而止停止 如果有使用核武器的 这个可能性增强的话 这对这场战争的性质 还有对欧洲国家的影响来讲 它已经完全翻到下一页了 翻到下一页了 翻到下一页了 因为本来认为 这是一个传统战争 而且各方其实 真的都还蛮怎么样 蛮鬼的 包括施石俄乌克兰打 所有战争的 每个国家都一个算盘 第一个 这个战争不准打出乌克兰 对 绝对不让你乌克兰 去攻击任何俄罗斯的土地 包括克里米亚 你不能打 绝对不让你去打 第二个呢 不给你远程攻击的武器 海马斯飞弹 给 有可以打300公里的 有可以打150公里 可以打80公里的 不同型号的 那么乌克兰始终拿到的是 80公里的 现在美国方面有谣传说 我要给你提升到150公里 可是呢 从乌克兰要打 飞弹打到 莫斯科的话 要600公里 所以乌克兰自己 我觉得他自己苦 是往里面吞 哪有说战争 只能锁定在我乌克兰里面打 对 而且你要我帮你打这样战争 打最后我只能以乌克兰的领土 国土作为战争的唯一的选择 我上一次去偷袭一下乌克兰 那个克里米亚大桥 对不起 克里米亚是我乌克兰的 我为什么不能去攻呢 炸了以后 美国人不晓得 可能大概在乌克兰军队里面 不晓得算了多少仗 我跟你讲不能打我 那乌克兰讲说 克里米亚是我的都不能打 那美国人就是不能打 这就是乌克兰人的悲哀 所以也是乌克兰讲说 我打这场战争到底 为所为何来 那挪威这个情报局这个好 我觉得也是他们有意透露的 他所谓的核武下放核武器也是 就是他们掌握情报 俄罗斯的舰艇第一次准许 把所谓的低当量的核子武器 直接放到这个战舰上面去了 这个是冷战结束以后 就没有再做过的事情 低当量的核武直接放到 作战的舰艇上面去 而且让他行正常的巡弋 这是30年来未见的 所谓30年就是 就是冷战结束以后 就没有做过这种事 那他现在把这些低当量的核武 放到他的第一线的战斗 海军的这个舰艇上面去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变化 另外就是说 俄罗斯的整个军工产业 事实上在冷战结束以后 事实上度过了一个 很长的一个低潮期 可是这一次战争 普丁借这个战争机会 把俄罗斯的战争机器 整个军武的工业 整个把它升级 包括加速研发最新型号的 这种核子武器 所以这些部分 欧洲人看在眼里的话 第一个俄罗斯如果用 低当量的核子武器 使用在战场上的话 你怎么回应 今天拥有核子武器的只有 在欧洲国家只有两个国家 一个是英国一个是法国 你英国法国你要把你的核子武器拿出来 用在这个战争 这个低当量第一次使用一定是用在乌克兰 那你是把英国法国的核武拿去 乌克兰使用吗 低当量还是美国的核武低当量 放到乌克兰战争 那你再歇下来就可能就是打出乌克兰 那如果俄罗斯打出乌克兰 俄罗斯讲过核武第一个 第一个对象你知道哪一国 英国 英国是台湾第一名 第一个就是英国 英国也应该很错吧 而且我们因为我们的所有的资讯 都是从美国来的 美国人不愿意报导是什么 现在俄罗斯的鹰派 非常非常的挫折 他觉得我们这种核子大国 你用那种我们不擅长的传统武器 在乌克兰跟他绞了一年 害我们伤亡这么重 普丁在搞什么鬼啊 我们为什么不拿我们的 真正的我们的强项去打乌克兰 所以现在呛声 像俄国前总统 他就说俄国生存如果受到威胁 人类的文明要跟着陪葬 呛声呛了一年 他一定要回应 因为俄罗斯的内部的民主主义 跟这个主战派 一直在骂普丁的政府 对普丁的政府表现的如此之差 极为反感 也就是说你怎么这样打 你照别人的规则打仗 你能赢吗 我们俄罗斯强项就是核武 有什么不敢用的呢 五千多枚啊 对啊 所以普丁事实上没有错 他战争前的时候 他是大概七成的支持率 战争以后他是八成的 他是在大部分俄罗斯老百姓 支持他的情况之下 可是支持他打胜仗 尤其这个民主主义派天天在叫 就是说他们上一次 这个拜登出现在这个基辅的时候 这个有一群主要是俄罗斯的军人的 一个他们的一个群组里面 他们上面做的一个反应是什么 他说为什么出现在基辅的不是我们普丁 而是拜登 质问普丁 所以普丁压力也很大 非常大 而且打了一年 本来想说两个礼拜就结束的战争 结果打了一年多 所以叫共产主义派天 这叫直变法 你的量变了以后直叫变了 你战争打三个月 你的性质是如此 你打到一年对不起性质会变了 你以前坚持的一些原则你就坚持不下去了 普丁在这个压力这个战争在拖长 他民调应该也会变了 对他内部对他的压力 俄罗斯的反对党有的时候是比普丁的目前执政场 还更民族主义更激进的 这个是俄罗斯内部的情况 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 美国记者从来不报道 你现在听到说过 乌克兰现在老百姓过什么生活吗 你大概得到的就是说 乌克兰基辅现在老百姓过得很正常 生活照样很悠闲 你认为是真的吗 但我们的讯息都是来自于美国 对他说美国 现在经济 俄罗乌克兰的经济已经掉了43%了 只剩原来战前的几乎一半了 几乎就是没有什么GDP了 他报导说老百姓在暂时生活中还是很悠闲 然后还照几个老先生老太太在那遛狗来 你相信吗 所以这个是西方人的媒体 就不断的在讲的这一套 可是不是事实 欧洲人知道事实的情况 他们是很担心 所以呢 中国大陆为什么一年之后 把这个立场讲得那么清楚 出来没有什么欧洲国家在反对的 连立陶宛都没叫 立陶宛天天要击溃俄罗斯 不是击败 波兰也是击溃俄罗斯 也不是击败 现在都支持啦 支持这个和平的立场了 所以这就是核武 是一个改变现状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我要问一下这个委员 因为我们看到普丁也是很强硬 虽然他这个内部呢 受到很大的压力 他说呢将要进一步的考量 北约国家的核武能力 因为他有一些排名 第一个当然就是英国了 所以包含看到他一连串的一些动作 是不是其他的欧母国家 其实现在也是很担心啊 所以这个和平立场出来之后 当然都全部要支持了 俄罗斯如果没有核武的话 北约的军队就下场了 就是因为他有核武 所以他不敢下场 美国还在讲说 我可以出钱 我可以出力 我就不出人 就是因为这样子 因为怕这核武战争爆发 那个俄罗斯的前总统 梅德韦杰夫 他其实不只是前总统 他是现任俄罗斯的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副主席 主席就是谁 就是普丁 所以他的位积这么高 他管事的是梅德韦杰夫 所以为什么要问他 而且跟各位讲 梅德韦杰夫 如果普丁挂了以后 接班人就是梅德韦杰夫 然后梅德韦杰夫 比普丁更强硬 普丁还会想说 哎呀我们是斯拉夫民族 文化骨骑不能打 这里不能打 那里不能打 终于一天我们要和解的 所以我不要打得太残酷 我也不斩首行动 我也不去杀害这个什么 责乱司机 政治条条框框那么多 你知道梅德韦杰夫怎么讲呢 只要求起胜利 没有什么手段不能采取的 哇那个核武要是在他手上 所以你说美国敢不敢 把普丁搞掉 换上梅德韦杰夫上场 吓都吓死了 要保护一下普丁了 对啊 那接下来 所谓的那个波塞冬 那是一个崭新的武器 美国就很担心 为什么 因为这种全世界的鱼壘 从来没有出现过核子鱼壘 就是核子动力 而且在核子炸药的 核子弹的 那请问你 不好追踪 对 脑力耗尽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钟来包蒙蒙水 放通心情 舒缓焦虑 帮助睡眠 让你睡得好精神就好 充饱店再出发 蜡气的推荐代码 CTI567 还有主播出人物 CTI444